2023年呢,还有一两个月就过完了,我们在感慨呢,时间过得真快 从2022年的年底,我们放开了疫情,好像这一年呢,我们什么都没做 这个2023年又过去了,其实呢,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 又或者说呢,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新鲜的行业,最终呢,导致到自己的收入没有增多 那么马上到2024年了,对于生活呢,我们仍然充满着希望 可是如何让自己提升,如何呢,让自己赚到更多的钱 如何呢,让自己的负债降低,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要得到纠正,有些事呢,我们尽量不要去碰 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在2024年,我们要呢,抛弃掉手中的四样东西 因为这四样东西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发展 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抛弃的呢,就是我们不要盲目的去进行投资 而且呢,这种投资还属于是高风险回报的投资 现在的很多人呢,都知道用钱生钱赚的最多 可是呢,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发展,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整体的经济呢,增速是比较缓慢的 很多人呢,就把目光抛向了一些高回报的行业 但是高回报,我们同样面临着高风险 比如我们所说的黄金期货股票等等 这些呢,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一些投资方式 那如果呢,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你没有具备相应的一些专业知识 又或者说呢,你没有专业的房产知识朋友 陪你去参考的话 那很有可能你会出现一种呢,长期赔损的过程 你的本金呢,在白白的流失 想一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要去碰呢 因为有的时候你把控不住 那么你要想一想 那么你要想一想 之前为什么很多人愿意买房子 就是因为房产的稳定性 它具有金融属性 但是呢,它的流通性更强 可是我们所谓的股市也好 我们所谓的期货也好 充满了不确定性 很有可能你今天赚了很多 来不及提现 明天呢,连本金都赔进去了 相信呢,很多人在之前都遇到过一些投资群 可是你发现没有 很多高风险的投资 基本上呢,都是用来割韭菜的 偏离了整体投资的本质 所以还是那句话 当你对一个行业不太了解的时候 那么尽量就不要去碰这个行业 因为你永远无法赚到认知之外的钱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如果呢,你一意孤行 那可能呢,赔得更快 赔得更惨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处理掉多余的房产 处理掉不能够变现的房产 房产呢,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在这个具有居住属性的同时呢 又同样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 那么同时呢 又因为吃房的成本很低 所以呢,成为了很多人投资的一个共同产品 不管有钱没钱 前夫后继的就是要买房子 放到那儿等着他升值 但是呢,随着我们过去二十年 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当中不断的进入 到现在进入一个饱和期 包括我们的城市化率到现在已经发展的相当大的规模 已经开始了缓慢的发展 再包括呢,我们的住房需求呢 已经得到大部分的满足 再加上呢,国家房住不炒 这种长期的政策一直在执行 房产的最基本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之前房子为什么能够涨价那么快呢 是因为我们需要房子 城市呢,没有大量的开发 随着人们的进程呢,房价升高了 那么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就看到了赚钱的门道 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不缺房子 并且呢,房价已经上升到一个 很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那么未来我们说呢 随着人口出身率的下降 随着脑龄化的越来越严重 房子的整体涨势会慢慢的减速 或者甚至到最后呢 回归到以前的居住属性 也就是说房子再也不是投资的天花板了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记住 就是房子最终是用来住的 那么有一点你要记住 之前很多人投资房子 把房子卖了赚钱了 这叫做变现 可是呢,在之前你花了高价买了房子 现在呢,房价降了 那么你就是赔的 或者说直接被套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无法进行变现 一个无法变现的产品 那么还叫优质产品吗 还是那句话 要把手中呢 一些多余的房产给处理掉 为什么要处理掉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未来房子还会慢慢的跌价 因为光依靠房地产来发展经济 虽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带动经济的发展 实现经济的增速 但是从长远来看 房地产泡沫也会随之增大 银行的金融风险也会增大 如果呢,把控不到 房地产出现了大崩盘 那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 开发商也好 银行也好 还是呢,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好 作为呢,房产的参与者 我们都是需要跟着倒霉的 那这是呢 我们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房地产的背后 牵扯到太多的行业 会影响着我们的民生 影响着我们的工作 影响着我们的收入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的房子够住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呢,囤一些房子 那样呢,只会让自己套牢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抛售掉 手中长期不能够变现的资产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 叫做呢,乱世黄金 盛世古董 现在呢,天下太平 对吧 然后呢,我们国内的人生活呢 相对比较稳定 那有些人呢,在早年间 挣到一些钱 于是呢,就把一些投资的领域呢 变成了一些稀有的东西 那比如说呢,这个玉器 比如说呢,古董,对吧 这些东西呢,随着时间的流逝 会越来越值钱 很多人呢,投资的这些 觉得呢,未来在某一个时候 可能呢,就会赚大钱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我们现在呢,就目前的环境 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呢,就是大环境不好 经济呢,增速缓慢 加上三年疫情的影响 其实很多人手中是没有钱的 虽然说呢,有钱人 要比没钱人过得好一些 但是呢,他也会面临 整体的资产缩水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当务之急呢 可能他手下有工人要养 有工程要养 然后呢,有工厂需要运转 所以呢,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没准呢,还在银行有大量的贷款 根本呢,就不可能再去考虑 买古董,买玉器的 这一类的产品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整体的流通性会变差 第二点呢,就是像玉器古董 这一类的稀有产品呢 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的 他后期维护的费用呢 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卖古董 就是说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对吧 说明古董本身是有价值的 但是他整体的交易周期是比较长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加上你的维护 再加上呢,现在整体的经济情况就摆在这儿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的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而你的价值却没有涨多少 那么还有第三呢 就是现在的买家 或者说受众群体在变少 原本呢,你希望通过这种稀有的产品 给自己带来丰厚的报酬 但是回过头来讲 很多以前有钱的人 现在呢可能会面临着破产 因为没有人会一直有钱 这是一个横古不变的道理 有钱也是相对来讲 而没有绝对的 所以说综合以上三个方面 你就要考虑一点 像这种稀有的产品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要不要去处理掉 如果不处理掉 它的成本增加 它的价值却没有增加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赚的越来越少了 还有呢 第四点呢 就是还是那句话 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把不好的生活习惯呢 改一改 现在呢很多人呢 都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要知道呢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管你这个人在外面呼风唤雨也好 不管你这个人在外面 有多么风光也好 一旦你的身体出了问题 大家都面临着同样一个结果 那就是死亡 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 那么想一想 我们正在奋斗的年纪 怎么样对家庭负责任呢 很多人说我雇家 很多人说我多挣钱 这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些必备的条件 最主要的是你要拥有一个好身体 如果你在奋斗的年纪得了大病 那么你的家人会跟着遭罪 并且呢 你之前为之奋斗的所有的一切 很快会随着你的病情发生大的改变 家道呢 就此中落 所以呢 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 保持好的身体呢 就要从自我做起 改掉一些生活中的坏毛病 比如说有些人特别爱抽烟 有些人特别爱喝酒 还有些人呢 特别喜欢呢 吃一些垃圾食品和特别爱熬夜 因为我们的身体呢 有一个调节功能 可能短时间内呢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疾病 但是呢 如果这种坏习惯一直长期存在的话 那么一旦出了问题 就是大问题 不是简简单单的小的病啊 可能一查就是癌症 一查就是肿瘤 一查呢 就是各种不好的 或者说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 比如说白血病呢 是吧 等等等等 那我们讲到呢 只是一种概率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坏习惯对于我们身体的摧残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 要尽量的保持身心愉悦 如果呢 你拥有了一个好身体 即使你现在没有钱 那你也成功了一半 有了好身体呢 才有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你的收入 你的家庭 才会美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